5G技术发展呢 就是移动的互联的实时性 大容量 它具备了这个条件以后 我就真正可以做到万物互联 把屋跟屋 把人和屋 都可以把它连起来 就是我们以前关注的 就这些设备啊 这些东西都关注的它单个的性能 就像你家里面买了家电 这个家电里有电视机 它就是电视机 洗衣机它是洗衣机 现在有了这个移动互联 有了这个5G技术呢 它可以把整个家电 跟你的一套管理的东西 可以把它结合起来 变成一套智能家居 你什么时间 需要这些家电做什么 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都可以通过这套智能系统 来完成 它这个时候就不是提供 单个设备满足的单一需求 它是可以给你提供一套 完整的解决方案 满足你各方面的需求 对我们雷达也是一样的 雷达过去 现在注重是单装 我这个设备是有多大能力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在现在这个条件下 在这个可以高速实施互联 这个条件下 然后呢就是可以把这些设备 给它组成一个系统 构建一个体系 从提供单装能力 到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 就是你现在需要 设限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完成什么样的任务 它可以这么多设备 可以系统起来 来完成这个能力 以前啊 我们关注的是单个装备 现在是关注的 就是这些装备 整个把它连成一个系统 构建一个体系 让这个体系来完成 我们需要来做的各项工作 就大家合起合来 一起来干 所以这个能力的话呢 就是大幅度的提升了